台北市南港区发生持刀伤人案,今天晚间近9点,陈姓男子,43岁,在南港路三段某超商附近巷口,早一名男子持刀攻击,他意识清楚,右胸一处揣刺伤,右手臂二处刀伤,被消防队送医急救,暂无生命危险。 警方赶往现场踩证,发现巷口地面及路旁停放汽车的眼睛盖沾有血迹,初步查出范贤为被害人同事,双方已有战务纠纷,以锁定特定对象追查,调阅监视器离清案发经过。 陈姓男子在台北市南港路某超商附近,早一名男子持刀攻击,他被送医急救,暂无生命危险。 记者李以新摄影 分享 陈姓男子在台北市南港路某超商附近,早一名男子持刀攻击,他被送医急救,暂无生命危险。 记者李以新摄影 分享 陈姓男子在台北市南港路某超商附近,早一名男子持刀攻击,他被送医急救,暂无生命危险。 记者李以新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